早该劝你离启祥宫的人远一点 要黄额娘和额娘操心 而沈云心不忍 黄额娘和额娘都知道你怜爱有地 如今发生这样的事 你一定内疚 心里也不好受 只是这件事确实意外 咱说你黄阿玛也没责怪你 就不必根根于怀了 是 都知道于妃手巧 没想到清平的手艺也不逊色 臣妾手在巧 也不如皇后娘娘手巧 想着上司节到了 臣妾也没有什么东西好表表 对十二阿哥跟五公主的心意 民间说红男绿女娇俏 正好家贵妃赏了两块料子 臣妾就给十二阿哥跟五公主做了两套衣裳 做的都很精致 等哪日去御花园就给他俩换上 孩子们穿的鲜艳点才好看呢 十二阿哥俊相 穿红色最相依 我们可以蓄点水吧 是 来看看镜子 来 好看吧 不好看 我娘我不要穿绿的 我要穿红的 我娘红的是妹妹穿的 我喜欢绿的 五公主虽然比十二阿哥小一岁 但两人个头看起来也差不多 换着也能穿 两个鬼精灵才多大就知道自己挑衣裳穿了 嬷嬷就给他们俩各自换上喜欢的颜色吧 多谢额娘 来 试试 试一下 试一下 现在喜欢了吧 喜欢 这个也合适 给我给我 这日子过得真快 这一转眼 五公主都三岁了吧 十二阿哥也快四岁了 是啊 这个岁数的孩子最调皮了 还是你好 孩子还在肚子里边清静些 嗯 我这都快六个月了 皇后娘娘 您瞧我这肚子 是不是越发滚圆了 是圆 看着像是怀了个公主 若真是公主 皇上会不会只喜欢公主 不喜欢臣妾了呀 你担心什么 臣妾担心 生孩子的时候会疼 担心这孩子生不下来 臣妾害怕这孩子 不全虚全忍的 你别想这些乱七八糟的 你一定会好好的 生下来的 慢点儿子 谢谢皇后娘娘极言 臣妾一定好好地 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等他们长大了 叫臣妾额娘 叫皇后娘娘 还额娘 还可以跟五公主 和十二阿哥一起玩 是啊 瞧你们能乐到什么时候 走 儿子 慢点儿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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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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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福贵 走开 福贵怎么跑出来了 走 去 快来 快 来 快 喝上 快 来 快 喝水啊 来 喝上 来 来 静寺被熬回来的时候 气息已经很弱了 把这个送回去 这是那条狗铺小的了 来 来 来 别怕 这个断过去 静寺福大命大 会鄙视的 来 好 皇上 皇后娘娘 那条下昭公主的封狗 是家规妃娘娘养的 叫福贵 那条狗呢 在玉花园的下山旁 发现了她的尸体 折颈而死 此刻 家贵妃娘娘就跪在殿外 要向皇上臣情 她还敢来 娘娘 娘娘 喝点神汤吧 娘娘 您待在这儿 几天几夜 不吃不喝 这样熬下去 身体会垮掉的 喝点瓣 姐姐 你还有永姬呢 就算为了永姬 你也该喝一点啊 为什么是锦丝呢 她才三岁 若是有什么 该冲着我来 为什么是我的孩子呢 锦与言心思歹动 若没本事 动不得姐姐 所以才使出这种下挫手段 对五公主下手 她这般发疯 姐姐怎么能想到 怎么防得住呢 她为了她自己的儿子发疼 难道就要陪上娘娘 陪上娘娘的孩子吗 八哥坠马 三哥失宠 锦与言都觉得和永齐脱不了干系 她若真心生怨恨 她也该冲着我来 看来 家贵妃 是恨定了我们娘娘 只是五公主 五公主太无辜了 适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皇上接到战报便忙到了现在 连晚膳都用得极聪吗 皇上忙于国阵 本宫会替他上一桌香 以各位尽丝 微臣已跟皇上请求 跟李公公一起 送我公主一程 多谢你们 姐姐 为五公主魂灵引路的草木灰 已经备妥 勇气也带着灯笼 在外头候着了 时候不早 我们该去把五公主的魂礼 给召唤回来了 今夜有劳各位了 本宫替景司谢过 微臣等有幸 陪五公主走至最后一程 请您记爱 大家有幸了 娘娘 祭礼已毙 奴才要去回禀皇上了 各位也都早些吧 走了 走 臣妾给皇上请安 起来吧 皇上什么时候来的 刚从阳心殿过来 如一啊 朕没能赶得上 去景司的激励 就是景司的激励 柳公主的武器 也是影评的深沉 皇上去看过影评了吗 真想和你说说话 好 奴婢告退 来 如一 如一啊 如一啊 这没能去送景司 你不会怪臣吗 怎么会呢 臣妾知道您忙于朕 朕无事吗 但主要 是臣不敢面对 如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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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明白的 我 不敢 我 可以 不敢 这心里 会明白的 可这所在刚打 青丝就没了 是朕完了一步 是朕无庸 是朕